现在输入的病例中间持中国护照的占到90% 有些是在境外的时候已经染病自己不知道 有些是知道了仍然回来 就体现了对祖国的信任 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他自己的病情加重 那么在这个里面 90%持中国护照人员里面 又有40%是我们的留学生 那么这些数字就说明什么呢 就是旅行安全的风险很大 所以我们的确理解一些留学生基于回国的想法 但的确希望留学人员和家长认真的权衡利弊 做出正确的选择 当前形势下留在当地的确是可以避免仓促回国 因其交叉感染 或者因中转国家边控的措施而中途受阻 也可避免后续对学业签证可能产生的影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